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文斌回忆说 我13岁前就没有穿过裤子 15岁时用布在腰上一围就出来当了红军 正是从小吃惯了苦 严文斌在后来的从军生涯中才能舍生妄似 对任何困难都能甘之如頤 1938年 严文斌担任特务团一营营长在攻打河北平山县的时候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赶死队 从城墙的缺口杀了进去 当时平山城中有几千名的日本士兵 而严文斌的赶死队只有200余人 绝对是有死无生的征程 出发前 严文斌给每个赶死队员一人一碗酒 喝完后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只对队员们说了两个字 出发 每个人都知道这次行动的危险程度 但没有一个人斥疑 跟着严文斌义无反顾的冲进了城里 赶死队一进入城中就被日军围了上来 严文斌握着一把大刀 率领200多名勇士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从东城一直杀到西城 从晚上一直杀到天亮 最后200多人全部壮烈殉国 严文斌也中了一枪 从城墙上摔了下去 摔在了一堆尸体中间 日本人以为他已经死了 就没有再管他 严文斌这才留下来一条命 直到晚年时 严文斌仍然经常对儿子说 太惨了 200多人都死了 只剩下我一个 这个仇不能忘啊 正是这一仗 让严文斌对日本人终生都没有原谅 晚年时 严文斌住在大林的一座日本人留下来的别墅里 有一次 一个日本代表团来敲门 说 这座别墅是他们当年住过的地方 想进来参观一下 严文斌的警卫员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这只日本代表团有很深的背景 通过一些关系 找到了严文斌的儿子 严文斌的儿子就来劝说父亲 还把警卫员给批评了一顿 但严文斌说 我看他做的对 就应该爱憎分明 不忘本 当然 严文斌并不是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有意见 而是痛恨当年他们的侵略 尤其是痛恨他们拒绝悔改的无耻嘴恋 在严文斌90多岁时 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日本政客的无耻行径 拍着桌子对家人说 给我枪 我带你们去打鬼子 2014年4月1日 严文斌于是长辞 享年100岁 都说抗日的人长寿 此言不虚啊 而不cell 百分之五 你们下停的日子